我們來看看這到底是什麼樣的年糕 讓鴻海創辦人郭台銘年年輕典 要作為年節贈禮呢 我們要帶您去直擊產線 這號稱是郭董專屬的超奢華年糕 叫做福貴糕 而據說鴻海的一級主管 他們也都會來團購 好 另外還有在板橋 有一家老字號餅店 專賣古早味的豆沙餅 而每年過年呢 郭董也都會買去 向媽祖祈福 去皮後的核桃 低溫烘烤 桂園也要手工揉搓 去除雜質 接著小麥草熬12小時 成了金黃色澤的麥芽糖 再和永林農場的糯米粉 攪拌20分鐘均勻混合 除了原料很講究之外 我們的製程也非常的重視 因為其實現在要吃到 這些所有的傳統的美食 不容易的 那我們在製程裡面 有很多手工的成分在裡面 最後放入模具 等待成型 紅海創辦人郭台銘 過年必吃的私房糕點福桂糕 也是他拿來拜關公 拜媽祖的貢品 就連錢媽媽黃秋蓮 還有紅海一級主管 都愛這一位 福桂糕裡頭呢 其實藏有不少寓意 桂圓代表圓滿 核桃代表長壽 麥芽糖則是讓你 夾丁丁 怪喝你 最後再用糯米混合起來 就成為了步步高升 董事長吉福桂糕 僅限春節中秋限量販售 去年一口氣賣了七萬多份 現在要買還得用搶的 今年應該可以成長百分之三十 保存期限這件事情 還是只有七天 他沒有添加物 他就是這樣子 那要不然就是 你先買回家了 你還沒有要吃 把它切小塊 放冷凍庫 郭董指名的 古早餅餅 這間餅店 也是每年必吃 他大部分都綜合耶 他沒有特別挑 然後人也很客氣 他就說都可以都可以 然後就這樣子 牆上滿滿合照 還有親筆簽名 板橋詞彙公旁的 老字號餅店 郭董從小吃到大 一刀切下 純白綿密的豆沙餡 入口即化 滷肉 咖哩 芋頭蛋黃 也都是郭董必點清單 過年都會和老婆 媽媽 來帶一盒回家享用 我們就是手工 所以就是層次比較分明 然後呢 比較 雖然手工 可是就是它的形狀 就是手工的形狀嘛 就是不會這麼稚實化 平時霸氣的郭董 最愛吃的竟都是平民美食 能成功說服郭董的胃 也實在不容易 東森財經新聞 許金鴻 佩儀特別報導 郭董 郭董